那很多的花肉很好奇啊 你们养一些个花都用了什么土 你看你们养了很多很贵的花都用了什么土 我跟华们说我们只用一种土 就是进口的泥炭土 那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养这个呢就是一些个白井贵位了 现在的一个市值也是在大2000吧 应该2000多 你看用的这个土呢就是这种泥炭土 有的花肉很不理解 老花一 你们一个臭氧花呢 为什么还要进口土 因为这种土呢 它现在是国家战略保护资源 如果说让挖的话 我跟你说东北三省肯定会被挖成四川坪地那样 都能挖下去 所以说是国内不允许开采 你别说是进口的好与坏了 没办法 我们大面积种植只能采用进口这一个策略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备的一些土了 然后呢 给大家用的也是我们棚里面的这个配方 有的话说老花你的土会贵 是的我们没有掺椰康 如果说我们掺一半椰康的话 成本也会降低一半 这个就没有掺 所以说那更加的灵活 你们回去以后可以掺 很多花肉回去以后呢 也都会掺着来 我们只把最好的这种机制和土壤 提供给大家就OK了 所以说价格呢一直也很坚挺 做了这么几年 累计超过接近有二十多万的花友 都会选择我们家的土 一包呢是五斤 大约有十二升 可以装五到六个一加轮的花盆 这样子 什么花都可以种 那这个土呢 就是我们现在摊开晾赛了 有的是这种品式的 有的话说你怎么那么多杂牌子 他不是说杂牌子 因为呢我们每一次大批量进土的时候呢 我们会实际到码头去亲自抽检 每个品牌哪一个批次的比较好 因为这种东西嘛 每个品牌的批次不同啊 它的质量肯定也就称次不一 所以说呢我们只选用最好的那个原料 所以说呢原料的品牌 可能你们看起来就会比较杂一些 但是呢我们只要是能够成功封口 发给大家的都是最好的泥碳了 就是当下批次里面最好的了 这个也没什么办法 那这个呢 月季呢小苗就是我们用这个土去养出来的 给大家先看看根系 根系呢就相当的饱满 你看上面有很多的花 那你看到这一片很漂亮的牵牛 它是美国牵牛也是木本牵牛啊 它其实呢就是用三个花盆 我们是用三个花盆给它种上的 用的也是我们的土 然后呢给除了光照以后 你看这叶子长得会比较的肥厚 它肥力很充足啊 所以说开花就比较多 反正好东西吧 一分钱一分货 老花益不会偷工减料 但是呢至于这个价格问题呢 不过现在双十一应该是有很大的优惠政策 大家可以去囤一下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这一篇关于土的事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 椰康不是不好 椰康很便宜 老花益不想以吃葱好 还有一个呢 我们基地里面不论是养一百种也好 一千种花也好 它土也是那一种 就像人一样 是吧 你形形色色 不管走到全国各地 不管走到哪 它穿衣服 也是上衣跟下衣 可能有的人穿裙子 来来回回 不管怎么说 都是衣服 土就像衣服一样 只不过是包裹株根系 让它有地方生长而已 我是老花衣 养花脆转衣 白了臭宝 嗨 嘿嘿 嘿嘿 不